范澄澄上综艺不是她的舒适区 而是她的统治区 在这期的嗨溜上 那可以说是杀疯了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她做不到的 在颠这一方面 她可以说是一记绝尘 大家猜范澄澄给自己写的优点 但偏偏这小子写的都很偏 于是何老师就贴心的提示了一下 所有优点都非常的小 结果旁边的范澄澄难以置信的站起来 就听不得这个小子一点 小 小 这是优点吗 不是不是不是 听到提示的时代 顺口就来了一句 小小的心眼 澄澄 说我心眼小 那我就想给你看 这么说我只能去 各个给别人投票了 下一秒答案公布 所有人都围上去看她的鼻孔 范澄澄以老实就放过 还有蹦床接水球游戏 别看澄澄累得不行 其实最后的成绩也不咋地 身上的水都快比盆里的水多了 倒计时还没结束呢 直接趴在盆里不起来了 起身的瞬间可怜弱效又无助 重点是她面对 不知道面壁做错了什么 在泼水环节 范澄澄更像是被巅神赴了身了 前一秒还在跟王安宇说 如果你做不到我这样的心理素质 你还需要再练几年 结果下一秒就被老王哥一举举追平 王安宇 澄澄 还得多上几次了澄澄 不知道孩子是玩疯了还是玩出毛病了 看着迎面泼过来的水 直勾勾的张嘴就接 就连何老师都忍不住说范澄澄疯了 不是 他已经 我跟你说孩子磨疯了 玩到最后 澄澄只要看见水就用嘴接 咱先不说他有没有被水淹 我只知道他喝水都快要喝饱了 疑似失去所有的力气和手段 背后区区别人在这一刻终于具象化了 因为队伍里有穿越者 所以当拥有选择换队友的权力时 翻成这种生动形象的 为我们展示了什么叫背后区区 李光杰 好像有人要害我 但我又没有证据 你怎么换 雪芹吧 把雪芹换过来 把谁换过去呢 玩三次造句游戏更是笑料百出 人怎么可以有梗刀遮个程度 每一句都在我的认知之外 范澄澄跟外星人在地下室里亲嘴 助言你姐在一个跳霹雳舞的广场里面 找到一个老伴叫衣柜 只能说咱们范澄澄这张嘴 永远不会令人失望 嘴枪王者这个称号也必定实至名归 而且这次范澄澄是来给小巷人家来拒宣的 可以看出来现场的风味真的特别好 仿佛真的就是一大家子人 这就更加期待小巷人家的播出了 我都不敢想现场的花絮能有多好笑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